我們的訊息就是神的兒女特別的福氣 我們特別去想想 其實每一樣都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我想前一陣新聞大家都留意到 哈里皇子結婚 哇 又很大件事 當然沒有以前查理斯皇子的結婚 似乎那個氣氛沒有那時那麼強 但也有很多人注目 其實他們除了身份之外 其實他們到底是否真的這麼特別的人呢 是否真的值得全世界注目呢 有時都未必是 或者李嘉誠的兒子 李澤佳 在網上有很多新聞的 他有幾個女朋友之類的 同居之類的 都是大家很注目的 明人的兒女 有錢人的兒女 每個人都很注目的 為何神的兒女 我們又不是那麼特別呢 因為祂是創造天地那個 即是皇子結婚 哇 很大件事 但神的兒女有什麼特別的福氣 好像很多人沒有什麼留意的 就算我們基督徒經歷到神的同在 例如我們今天祈禱來到 經歷到平安 輕省 舒服 有些釋放 會不會 哇 真是好了 真是好了 神真的這麼好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去想 即是這一種的意念 原來神這麼好 神的福氣這麼大 是會令到我們得醫治 得釋放 和整個生命提升的 當我信耶穌的時候 我就知道神是真 我一天起來 哇 真是有神 真是神跟我一起 真是神在這裏 那時我還記得 我上完洗禮班 那個牧師問我 你信什麼 那我的答案呢 他不是很滿意的 但我信其實是信得很真 我說什麼呢 我信耶穌就在這裏 他說 那你下次再受誓 他沒有問我 你有沒有信悔改 我那些全都信了 但我信耶穌信的程度 他現在就在這裏 但牧師又覺得 為何你講這件事呢 他沒有問我 你信不信耶穌 射免你 救你 我那些全都信了 我覺得是必然的 但我信耶穌信的程度 結果下一次受誓 也沒有什麼所謂 意思是說 在我來說 神是很討厭的 我經歷聖靈 我就說 哇 神真是可以經歷的 可以真是這樣提升的 例如剛剛昨天 有五對夫婦 他們是同一個侍奉的 大家都有見過來過的 一個Raymond 他一隊的天 昨天我跟他們溝通 以及建立他們的靈命 為他們祈禱 也跟他們講到他們侍奉的方向 他們聽完是很大的提升 不過可惜我們中間 我就沒有叫你們一起去 下一次有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看到原來有聖靈的能力 以及神的教導 神如何改變我 亦都可以很快改變人 我希望大家都會深信 我們神的兒女是很特別的 因為創造天地萬位的主宰 的子女是非常特別的 萬皇之皇的子女 所以我們就會有信心 我們是非常特別的 很多人想到李嘉誠的東西 王子的東西就很特別 但是跟神有關的 不是覺得那麼特別 這裡我們列出一些 神有關的一起讀一讀 萬皇之皇的兒女 神的英許 神的大愛 神的大能 神的同在 神的喜悅 神的計劃 神的賞賜 這些名詞 我們全部都聽到 很多人覺得 都是不外如是 無所謂 聽慣 就沒有什麼深刻印象 但是想到我們 創造天地的萬物的真神 他有這個主權 生命在他手中 什麼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歷史在他手中 我們是他的子女 你說那個身份 多麼重要呢 還有他答應了的事情 譬如說 如果美國總統答應你 我給你 沒有任何條件可以移民 譬如有個人很想移民 我美國總統親自寫一封信 簽了名 這個人我特別批准他移民 你拿著封信 你去美國領事館 他就可以批准你 就給你一個印 就給你移民 這個總統的英許 都可以這麼厲害 何況是神 天地萬物主宰的英許 所以我經常都祝實神的英許 祈求神的國和他一切加給我們 神是和我們一起愛著我們的 神是加添力量給我們 神欣賞我們每一樣好的東西 神傾聽我們所有說的話 我經常祝實這些 我就會經常記住 現在神聽著我 現在神陪著我 我的心就會有力量 還有神的愛 很多人就很渴求愛 有些很高單的人 有些人說 我真的很愛你 他的心其實很愛你的錢 很愛你些什麼 但那個人聽到很愛我 他整個都想了 他講什麼都就是 我才有些人 很多錢 他的錢全部給了一個 他以為很愛他的人 真是那個人很愛他 我有很大的經濟困難 麻煩你幫我 他真的全數給他 沒有想到這個人是否可靠 但我們的神 這麼愛我們 他的愛是很偉大 希望我們真是說 天地萬物的主人愛我 你說多厲害 他的能力 你想想地球轉動的能力有多大 你可以拖著地球嗎 我們用方法拖著地球 讓我們轉慢一點 拖著太陽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神可以有能力 在聖經有記載 他日頭轉回頭 聖經有記載 神的能力可以這麼大 他創造萬物 以及可以叫整個世界毀滅 神這麼大的能力 我們有什麼不可以做得到 神同在 祈禱的時候 哇 即時感覺平安、興省、喜樂 有釋放、有醫治、安慰 應該我們就很感謝神 但很多人又釋放完 不要在乎 不要很緊張 於是他又不繼續得到這個幫助 神喜歡我 創造天地萬物神的神 神喜歡我 有神的計劃 譬如一個人跟你有個計劃 為你預備一件事 你都會給你理財公司 我和你做個理財計劃 都未必一定可以 但是神有個理財計劃 他管理你的生命 還有神的賞賜 神的賞賜 不是給你一支原筆 比如小學的時候 而是他的賞賜 是今生來生 用之不盡的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想到神的事 就會歡喜 而我們今天想到特別的 就是神的子女的身份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個經文 黃馬書八章十四節開始 因為凡被神的令人道的 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所受的 不是勞國的心 亦夠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夫叫阿爸夫 聖靈表漢的心 同正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是兒女便是後子 就是神的後子 和基督同作後子 如果我會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我想 現在的苦楚 又比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設望等候神的宗旨顯出來 因為受造之物 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制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在這裏我首先簡單解釋一次 一會兒我們會逐節逐節去解釋 首先就是 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女 即是凡是神的兒女都有神的引導 每一個神的兒女都有聖靈住在心中 都會引導叫我們悔改知罪 如何遵從神 如何走我們的路 有些人說 這是神為我預備的配偶 神一定會回答你的 我昨天幫那十個人 他們想尋求神的旨意 侍奉的旨意 神一定會告訴你 只要你親近神 你遵從神 一定會走在你的生命之中 所以神的帶領是一定無可疑問的 一定有的 只要我們親近祂 信靠祂的時候 就一定會走在神的路上 一定會帶領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神的帶領 你犯罪有沒有覺得不舒服的 舉手 這有幾個 你犯罪覺得不舒服的 你會想悔改的 這就是神在你裏面 引導你 這是第一 即是我們每個 凡是有聖靈引導 就是神住在你裏面 住在你裏面 就是神的兒女 亦都說 一個人得救 有些人說他這麼壞 他能否得救呢 或者一個好好人 這個人好人 他在社會上好人 他能否得救呢 重點就是他有沒有神的靈 他有聖靈帶領他 在聖靈跟他溝通 他有回應神的聖靈 他就是神的兒女 他就有神的同在 我們所受的 不是奴僕的心 仍然害怕 所受的賴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夫叫阿爸父 這裡就形容出 這個跟神的關係的心 他用一個很 即是用世上的方法來形容 因為世上有奴隸 又有父母 有父母的時候 跟奴隸很不同 因為奴隸的主人 奴隸的主人 是他不會看出奴隸的 奴隸就是做事 你做到死都要做 多辛苦都要做 有很多國家以前有奴隸的 現在很多國家都廢除了 不過有時有些獅子的奴隸 譬如有些叫聖奴 即是有些人捉了小女 捉了她去那個地方賣了 就做奴隸 其實很慘 那個主人說他做什麼 他就完全要做什麼 除非他有機會走出來 也有些人嘗試去救這些聖奴 好了 我們的神不只是一個主人 雖然祂是我們的主人 祂不是只是一個主人 祂是我們爸爸 如果祂只是主人 我們只是奴隸 但是我們經常會 死了我們做得夠不夠好 有很多基督徒都這樣 我做得夠不夠好 我事奉夠不夠多 我祈禱夠不夠多 夠不夠好 我們就會擔心這些 所以會怕 其實人人都有怕 還有會擔心前途 死了我前途怎樣 擔心死了我沒有眼睛 會擔心這些事 但是有神 神是掌管一切 我就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們有個爸爸 有兒子的心 就是不用懼怕 又可以呼叫阿爸父 很親切的 爸爸 所以祈禱可以叫爸爸 很親切的 跟耶穌 跟神溝通 好了 然後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真的有聖靈呢 聖靈跟我們的心 兩樣一起 聖靈就感動我們 證明我們神的兒慮 有什麼感動呢 譬如叫我們知罪 繼續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給我們平安喜樂 經歷聖靈 這些都是聖靈的證明 由我們的心會同證 我們會自己覺得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知道神和我們一起 我知道我們是被愛的 我們是被神醫治的 即是這個confirm 加強 我們真的有這個證明 證明我們是神的子女 好了 第十七 開始講的後果 這個十六 就是證明 首先介紹神兒女的身份 然後跟奴隸的比較 然後聖靈證明我們有天父的子女 然後做子女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就是成為後子 是一個繼承人 還有是神的子女 後子第一就是有身份 關係 第二就是跟基督一起同作後子 就是有這個身份 跟耶穌一起 有這個特別的身份 雖然我們永遠不會變為基督 我們只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跟祂一起作後子 一起有天父做我們的爸爸 好了 我們也有個意思 就是我們會一同承受產業 就是天父的產業 無論今世來生日都有產業 有些人說 我地上沒有什麼房子 我都沒有買到房子 那有什麼產業呢 其實我們有聖靈的平安喜樂 聖靈的恩慈 神的能力 給我們侍奉的機會 我們有神各樣的祝福 在神裡面的信心 這是產業 例如你看我的生命 你會看到我是開心的 有能力的 改變了人的 這是產業 是無形的產業 但是永恆的產業 而在天上呢 是有形了 看得到 天上 新天生地 是看得到的 這個是有物質 又有靈的 就是屬靈的 又是物質的 這個永恆的產業 是我們作為神的後子 就可以有了 有這個身份 也有這個產業 然後呢 也都說到 基督徒都跟祂一起受苦 因為我們的神 不是一個 祂只是 和我們很遠的神 祂是來到世界上 為我們受苦的神 當耶穌被人拒絕的時候 所有跟耶穌的人 耶穌都說 都會被人拒絕 所以我們會和祂一起受苦 但是呢 有一樣不同 我們是神的後子 我們就可以和祂一起得榮耀 我們將來有榮耀的身體 以及現在也有榮耀 不過眼看不到 眼看不到 我們發出神的榮光 有眼看不到什麼 是神的特質 譬如平安喜樂 愛 這些就是我們身上的特質 好了 然後呢 說到這個受苦 那受苦呢 保羅就說 我們現在受的苦 如果比起將來 要顯得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現在你受苦 受到多少苦呢 我們來說 受苦不多 被人傷害 被人罵 但是那些人 又不是真的 是很有權並的人 他又不影響到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依然繼續 其實我們不需要介意的 就是說這個受苦 是真的 現在來說 是不重的 不過有些基督徒受的苦 是很重的 有些被人追殺 鞭打 監禁 有很多不同的 很殘忍的對待 但是他們的苦楚呢 被將來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 就是說他們現在的苦 已經很大了 但是將來的榮耀更大 所以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怕了 如果有一天 真的我們受苦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不用怕 因為神永遠給 將祂的榮耀加在我們身上 而神的榮耀 是帶來祂的愛 神的同在 和祂的愛 跟我們一起 將來我們有一個強烈的同在 現在我們都可以有強烈的同在 我感謝神 我隨時想耶穌 有喜樂平安 我希望大家都渴慕 渴慕 然後有這個神的同在 就去祝福人了 然後就說 原來我們的福氣 不單止給我們的 受造之物也有 大家如果喜歡動物 下面那裡就會說 不只是動物 有植物在新天新地 有些人上天堂都看到植物 有花 受造之物 設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受造之物就是 所有世界上的生物 等候神的眾子顯露出來 因為受造之物 復在虛空之下 為何虛空呢 牠們都一樣有生老病死 那些動物都一樣有 牠們都在奴苦之中 不是牠想的 而是叫牠是如此的 牠是迫不得已 牠一定要經歷生命的過程 正如我們人都一樣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 其實這個中文翻譯 就不是那麼好的 其實中文文是沒有指望 原來就是什麼呢 will be 將會 將會被救脫離敗壞的核製 牠們將會 即是牠們會救脫離敗壞的核製 如果只是這件事 你就不知道將來那些生物去哪裏 但跟著一句 就讓我們知道牠們去哪裏 牠說什麼呢 牠會能夠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即牠會享受神的兒女 和這個風扇會釋放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在神裏面的榮耀 我們那種輕省自由 沒有重擔的榮耀 將來這些受造之物都會跟牠們一起享受 所以如果你喜歡動物 將來你看看 我不知道怎樣 其實新天生是怎樣 我不知道 例如你說我喜歡跟老虎玩 到底我們有多少時間跟老虎玩呢 老虎又不咬你 老虎像貓那樣唇 或者你喜歡小鳥 或者你喜歡花 是將來怎樣 其實我看到神創造 那麼多種生物都是很有創意 很漂亮 真的顏色很漂亮 我覺得如果將來去堅堂 全部這些動物沒有份 我覺得很浪費神的創造 神的創造 是將來一起的 所以牠們不是子女 不過牠們是其他的受造之物 好了 我們現在就會 go through每一節 凡被神的靈引度 就是神的兒女 這裡凡黃色 底藍色字就是神的屬性 那因為呢 在神的大領之下 我看到神那種美善 譬如大家認識的人中 有幾多個人 你覺得他真的整個人 整天都是善良 整天對人好的 整天都在想 怎樣善待人 怎樣幫人 有幾多這樣的人呢 那些經常善待的人 那些經常善待的人 有幾多呢 那些經常善待的人 有幾多呢 我想問一下 哪些人多些呢 煩惱的人多些 那些多些 那我就發現 神的屬性美好 我們就更加欣賞神 愈欣賞神 我們就愈喜歡神 愈有信心 我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神一定會照著他應許所做 因為他實在是很美善的 好了 煩惱性靈引導的 神的靈引導 都是神的連累 我們看到什麼呢 神的屬性 他引導 就是有條路 是不是 他引導 那條路就是什麼 他安排好最好的路 這個呢 有些人說 我想不到 這是一步步的 就是你不會一下子 馬上學到的 這個慢慢一步步 但是給我們看到的 就是 他引導你 當然是有一樣東西安排了 他已經預備完了 神的引導和你爸爸引導不同 你爸爸也只能夠說 這間學校 我打算你將來去那間學校 我為你安排 那間學校不是他開的 不是他開學校的 我將來不如 為你預備一個太太或者丈夫 那時候呢 那個丈夫和太太 不是他做出來的 但是神呢 不是 他安排的路 是他做出來的 你去哪間學校 是他做的 他安排你怎樣得福 是神做的 是神做的 天堂是神做的 一切都是神安排 現在他的安排最好的 所以呢 你就深信 既然神帶領得我 他有最好的安排 跟著呢 他能夠安排 他會引導 引導就是什麼 他入你的心 跟你說話 你這樣做 你這樣聽話 你這樣行 你這樣聽話 他會更加欣賞你 因為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敬慰 他的人也何等的大 他就會更加欣賞你 更加欣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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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在你身邊做功 你越聽話 越愛主 那個提升越大 這個引導 是互動的 那你就一路 經常有神的 帶領你就 多謝神 神在帶領我 我又聽神的話 我又感激神 我又神感動我 去聽你的話 而呢 我又回應 神一定會 欣賞的 神一定會歡喜的 即我們可以有這種 互動的心態 原來神就是 有了條路的 這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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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人生就好像 一個puzzle 一個maze 就是什麼 迷宮 迷宮 我不知道 閒上是怎樣的 不過聖靈帶來 和神已經鋪上路 是不是可以很放心 所以凡有聖靈引導 可以很放心 感謝神 是吧 好了 下一點了 我們所受的 不是盧伯的心 營救害怕 所受的是兒子的心 就不用怕了 那 一個父親 他的性情是怎樣 他的屬性是怎樣 神是關愛的父親 不過世上 有很多不是很關愛的父親 有很多父親是不說話的 沒有跟兒子溝通的 不關心的 失蹤的父親 有很多父親是很強硬的 甚至有些是侵犯他子女 都有這樣的父親 都有的 這個世界上都有 很多 但是我們的神是一個關愛的父親 他屬性是關愛 他見到人就愛 他永遠想愛人 永遠想祝福人 有些人說 我不夠好 我不夠好 但是神見到什麼人 你多差都好 神的心就說 我有能力提升你 你聽我說就可以了 你聽我說你就會提升 很簡單 我們一起說 神跟我們任何一個人說 我們聽他說 他就可以提升了 多遠遠沒有問題 多多問題沒有問題 神就是這麼好 有這麼關愛 還有他有親情 兒女的關係 有親情 是很親切的 很 例如你有什麼事 最重要的時候 你都會找親人 找親人的幫助 而我們的神 你真是可以當 祂真是 看祂是我們的親人 是有親情的 祂會掛念 所以耶穌跟十二年血流婦人說 女兒放心 有親情的 然後祂會照顧和帶領 他什麼你需要的 全部搞定 既然有個這麼好的爸爸 又性情這麼好 他又有親情 又有關係 他不是失蹤的 有時候有些人以為是失蹤 因為他不懂得祈禱 他只有一個講字 他不懂得用靈祈禱 如果你用靈祈禱 一次祈禱馬上鬆 你就看到神是真 一次祈禱看到神是真 我們就以後觸神 神是真的 神馬上來 我就永遠都不說 神不理我 神失蹤 我們永遠都不會這樣說 然後祂又照顧大令 所以我們就可以輕輕鬆鬆 就不用怕了 懼怕和敬畏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怕神 但我們是敬畏 但我們是敬畏 但享受神安 聖經說到 在神裡面 我們是 歡欣喜樂 可以像神一樣 神是歡欣喜樂 我們都可以享受 在神的懷中 可以渴無神的溪水 求你 使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一生一世 歡呼氣 我可以飽得 你常常主人的滋味 即是可以享受的 這些說話都是說到的 好了 但魔鬼是怕的 還有那些跟魔鬼的人 一起讀瓦國書 2章19節 你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你不錯 鬼魔也信 是賤經 鬼魔是怕的 他怕耶穌 因為他是打書仗 他沒有辦法能夠聖過神 跟從世界的人 跟從魔鬼的人 也是懼怕 他們不知道前來怎樣 但我們有把握 不是我們夠厲害 我們不是夠厲害 但是神有把握 他已經知道了條路 他已經安排了條路 他一定會幫我 一定加力量給我 他會陪著我 他和我一起走這條路 所以我們不用怕 這些經文你信了 那你今天 你整個人都鬆了 整個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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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神是掌會一切 他什麼都安排了 他又帶領我們 他又這麼有親情 是不是 這種兒女的心 是不是很好 所以從這個經文 你詳細看的時候 你就看到神的屬性 你就會更加有信心 更加放心 第三點就是 可以呼叫阿爸父 一起讀 你們所受的 不是老婆的心 仍然不夠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就是好像這裡兩個關係 小朋友和耶穌一齊 他不用怕死了 我小朋友什麼都不懂的 我沒有什麼能力 我很多東西都沒有學過 但是耶穌不要緊 我看著你就可以了 而我們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和他有親密的關係 這個屬性的名字 神是親善的 溫馨的 你可以叫爸爸 爸爸這樣 是很親善的 是很接近的 而且他想和人有親切關係 即他不是想高高在上 你們個個排隊 排隊排到什麼時候 我幫你 他是很容易接近 所以我們可以稱呼 叫他阿爸父 譬如你走去 有一個人很聰明 很有錢 你走過來 爸爸 我什麼時候說 你有我的兒女 他會這樣說 但是我們的天父不是 你走去和他叫聲爸爸 他很開心 你真的深深相信 你是我的兒女 深深相信我是爸爸 我很開心 我們看到浪子的比喻 當浪子回來的時候 爸爸很興奮 跑去擁抱他 然後要他親嘴 我們的爸爸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明白這個經文 我們就什麼都不用怕 只要可以經常跟他說 爸爸 爸爸我喜歡你 我享受你 因為你有親情 你有溫馨 當然有聖靈的印證 一起讀 聖靈與我們的心感情 我們是神的兒女 就是聖靈會在我們的心 就是由神那裡來 去感動我們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一起讀 聖靈能夠和願意做功 就是他有能力做功 他又願意做 他就將所有的證明 放在我們心中 他在我們心裡不斷地做功 他能夠做 他又願意做 他樂意做 他享受做 他又跟我們有互動的 那有什麼工作呢 一起讀 知罪 信靠 感動 安慰 釋放 喜樂 動力 能力 這是其中一部分 叫我們知罪 他會提醒我們有罪 提醒我們信靠 亦都產生信靠的心 會感動我們 讓我們 心裡面 感受到神的愛 神的安慰 神的幫助 我想問大家這裡有幾個人 曾經在某時某刻 被神的靈感動過 有幾個呢 有神的感動在你心中 神的感動是很美好的 有少數人未有 不要緊 你每天去愛慕神 不要緊 你借先祈禱 那時候已經是感動 不過你未有很強 平安興散已經是感動 這是一步步 神的感動 神的安慰 你祈禱時整個人都鬆了 都是安慰 又釋放 將邪靈感出來 重擔釋放出來 以及給喜樂 我們 有動力去跟從神 有能力去做出來 這是聖靈的印證 就是在聖靈的印證 令它不斷產生果效 由同為後至 一起讀 基是兒女便是後至 就是神的後至 基督同作後至 就是神的後至 跟基督一起作後至 跟耶穌一起 這幅圖畫很漂亮 天父耶穌 你就跟他一起坐 坐在耶穌的膝頭那裡 就是我們跟耶穌 和天父有密切的關係 希望大家都享受和珍惜 好了 神的屬性有什麼 一起讀 神是豐富的 祂願分享祂的風性 這個下面就是我們可以有身份和產業 就是什麼呢 祂是豐富的 我們能夠做祂後至 就能夠享受祂的風性 即是能夠承受產業 作祂的後至就是能夠承受產業 就是祂神有的東西 你有信心 你續藥續藥可以拿的 就不 即譬如你說 今天我想要祂 祂不會一下子離開 祂說 我很想有 能夠將神的愛告訴別人的恩賜 這東西是需要建立的 你首先活在神的愛中 時時能夠 說得出神的愛在我們心中做公義後 然後你幫人慢慢 你就能夠得到這個恩賜 是可以得到的 是可以達到的 你看到我們怎樣幫人的時候 你看到耶穌師可以做 我們的領袖可以做 你都可以做的 即是祂這些一切的風性 無論是喜樂平安健康 尤其你現在還是年輕 現在年輕著 你現在一路有神的同在 你是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平安 整個人生命 整個人生命的發揮 提升 是去到高層次 我很感謝神 真是神給我很多的恩賜 都是越來越提升的 禮拜二我都追求一些進步 就是什麼呢 我剛剛在尼西基金那裡有聚會 大家知道 他的詩琴很厲害 他的彈琴很厲害 他是特別交琴的 我就跟Versalina說 可不可以他給我一兩堂 他就答應了禮拜二我會上的 不過他這些都是高層次的堂 但是我就是會 我來到這個層次 我就說不會足 神可以給我們這麼高的智慧 什麼都這麼高的智慧 譬如神給我這個法人神屬性 講道法 當我們聽的時候 原來神一早就有了安排 有了計劃 祂陪我一起 像一個爸爸這樣 那麼親善 那麼溫馨 陪著我一起 我們一路走一路 爸爸爸爸 你帶領我 你幫我 他有聖靈一路在做工 一路互動 當你明白這個經文的時候 你就會說 哇 原來這個查經法這麼好 我們就想更加進步 我自己也想更加進步 我都希望大家想進步 以至你查任何經文 人就看到 哇 神真是美善 我們看到原來神是封聖 作為他的後製 他的封聖都分給我們的 你發覺有些人 他能夠做到很大的侍奉 例如Heidi Baker 他去到Mozambique 他那裡 在非洲那裡 他能夠收養這麼多的孤兒 興了幾千間教會 幾千個傳道人 是很有能力的 但他本身去到非洲的時候 有多少錢呢 不知道 二十幾元美金 神就叫他去 神就供應他 他很多次有很特別的供應 就是神 作為神的後製 神已經有了產業 是會分給我們的 你走完神的路 神也會使用你 祝福你的 但走完神的路 就是我們自己信耶穌 我們自己親近遵從 又侍奉 去幫人 你越幫人 你越豐盛 不是損失的 好了 後製包括什麼 這個身份 也都包括產業 我們會承受這個產業 也都永遠有這個身份 例如 國家的身份可以失去的 例如香港有很多人 以前是英籍的 現在很多人都不要了 要回中國籍 或者有些外國籍 但這些國籍是可以失去的 當然 有些事情做的時候 不適宜的時候 是可以失去這些國籍 但天國的身份 只要我們繼續跟從神 是永遠不會除去的 就算我被人 逼迫 殘害 都不會除去的 有什麼產業 有今世產業和來世產業 有今世來世一起讀 射罪 平安喜樂 聖靈帶領 恩賜 供應 事復機會 今生的祝福 神會射免我 這是產業 全都洗乾淨 有平安喜樂 有聖靈帶領我 有各樣恩賜 求神給你的恩賜發揮 例如其中有人教我彈琴 其中一個就是葉錫安 他教了我三堂左右 我攝錄到他回家看 一直看跟著他彈 即是一段長的時間 慢慢就融匯貫通 即慢慢就能夠吸收 這個就是神給我的恩賜 每一個人不同的 你給神用就會有 而且他供應你 有侍奉的機會 善奉的機會是禮物 為什麼你可以幫到人 永遠存留神的賞賜 神的紀念 和今生的祝福 然後來生的產業一起讀 神強同在 新天新地 永無罪惡 永無奏作 永恆賞賜 無限的愛 聖靈相通 就是有神強烈的同在 在那裏 強烈到不得了 是預絕 經常都在神的愛裏面 有新天新地 在那個地方 不只是在魂那裏飄下飄下 因為聖經有講到有生物 所以是有地的 有物質的 有榮耀的身體 永無罪惡 永遠不會再犯罪 永遠不會再奏作 沒有再奏作 有永恆賞賜 我們所有今生做任何一件事 你今天幫個人 我們服侍隊幫個人 或者今天你招呼人 關心人 永遠賞賜 是不是很好 你加起來 加起來有多少件事 神會紀念 神啊 我多謝你給我永恆賞賜 無限的愛 無限神的愛 還有聖徒雙通 怎樣雙通 現在都有聖徒雙通 不過天堂我們就更加不同 大家那種合一 在世上 我們有些人 我們會有心靈雙通 我很多次跟我太太 同時講一句話出來 她有的意念 我們同時有的意念出來 跟有些人呢 我們的意念可以很相通 去到天堂那些相通 是超越現在世界的相通 那種彼此相愛 彼此的關心 彼此的感受 彼此的感受 對方是 真是超越這個世界 希望大家都會 響往 是不是很好啊 這些產業 我們真是作為後製 是有很多很多的產業 跟我們一起 感謝天父 那些圖就是 有聖靈的同在 在世上我們有機會 服侍人又被服侍 還有世上很多的福氣 天上有天堂 永遠的住處 有耶穌跟我們一起 有永遠的賞賜 好了 一同受苦一同受榮 一同得榮耀 一起讀一下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我想現在的苦楚 就要比起將來 要顯於我的榮耀 就不足皆為了 在世上有很多貢徒受益 很多教會被燒 但是 神會賞賜他 神會祝福他 因為神是掌管 雖然世上好自 為何神不彰顯他的能力 讓人燒的時候 燒都燒不著呢 神沒有這樣做法 師世上被人斬頭 師提反被人用石頭扔死 耶穌被人扔十字架 耶穌的門徒有很多被殺 但是 神的德性就是這些地方 雖然被迫白被殺 但是他們的生命 將來出神的榮耀 在列代以來 帶來很多人 因此而信耶穌 這些人 他們所做為主受苦 是永遠存留的 是神紀念的 好了 這裡看到幾件事 第一 神充滿榮耀 主願為我們受苦 神紀念為他受苦的人 神的屬性是甚麼 祂本身充滿榮耀 榮耀是充滿祂的愛 祂的榮耀不是光 而是祂有祂的特質 神的慈愛 祂的聖結 在祂的榮耀裏面 耶穌首先為我們受苦 耶穌為我們受苦 然後誰為祂受苦 祂都會紀念和賞賜 並且是特別大的賞賜 所以我希望大家 到了有一天 你受迫伯的時候 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埋怨神 不要緊的 你便說 現在就是 我可以經歷神同在 特別的時候 因為當你在受苦的時候 你一直親近神 你可以經歷特別的同在 然後你有神更大的能力 在那個時候作美好見證 作完美好見證之後 你上到天堂 便有美好的人賞賜 詩經也都說到 我們將來和耶穌榮耀的身體相似 和耶穌相似 你看看多厲害 譬如《比書3章21節》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者卑賜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就是他能夠按著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他這個能力 他能夠叫萬有歸伏神的這種能力 將我們這個悲賤的身體 這個身體會壞的 改變形狀 和他榮耀的身體相似 他這個大能 將我們的身體改變 將來我們會發出榮光 和有神的屬性 上到天堂的時候 我們的性格都會變得完美 煩惱的 憂傷的 不再有煩惱的 抑鬱的 不再有抑鬱的 不用吃藥了 在那裏 個個都很平安興省 充滿愛 跟耶穌一樣 真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那這些是甚麼尊貴呢 這個公主的身份 帶著一個冠面 在神的面前 有些甚麼一起讀 尊貴 榮耀 備愛 賞賜 永恆 享受 是一個尊貴的身份 極度的尊貴 不是世上的尊貴 而是永恆的尊貴 有榮耀 神的榮耀 還有是備愛的 又有賞賜 而且是永恆的 可以享受神的 並且是享受的 在天堂是享受的 是永遠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是可以享受的 所以天堂真的好得無比 然後呢 第七就是 我們可以享受這個自由的榮耀 受造之物都是切望的 一起讀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已出發 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 敗壞的核制 得享受神兒女 自由的榮耀 受造之物呢 都在等著 等著 切望等候 神的眾子顯露出來 因為受造之物呢 在虛空之下 他是辛苦的 有病有痛 有找東西吃 很辛苦的 獅子吃一頓很辛苦的 他真的要 真的要打獵 很辛苦才能吃一頓 獅子吃一頓比較羊 牛 吃一頓難很多很多 他都在虛空之下 但受造之物 他將來會 這個漁民是將來會露變 將來會脫離這個敗壞的核制 這個敗壞核制就會脫離 到底天上有多少生物 我們不知道 到底蚊 蚊蚊 有沒有粉呢 我不知道 這些生物 都很大可能性有的 這個我們覺得 我不知道 天堂 如果真的有蚊 蚊不會針我們 到底有沒有蚊 我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營養蚊 我不知道 蝴蝶應該有掛蝴蝶 這麼漂亮 這些是想像的 這些事情都沒有說到的 不過他們很想脫離這個核制 和我們一起享受 有些人去天堂 看到花又會唱歌 到時那些著者又會唱歌 又會彰顯神的榮耀 真的很好 神的屬性是甚麼 一起讀 神充滿榮耀 神將榮耀也吸生物 神充滿榮耀 神將榮耀也吸生物 神充滿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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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 神充滿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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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厚耀 都計劃了,有安排的,就算怎樣辛苦都不要緊 當你心裏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怕是自己想出來的 死了,有些人真的一輩子不知怕幾次有沒有癌症 他這個怕可以產生癌症,死了,是不是有癌症 死了,這個痛是不是有癌症 經常怕,怕的時候身體就會被攻擊 身體在裏面就可能產生癌症 但你經常都說,就算有又不死得 死不死的意思不是不會死,而是我不是真的那麼慘 神會祝福我的,我不用怕,我可以放心 這樣就算我有什麼事又怎樣 我的心態已經預備好,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有病 我又說不要緊,我世上有多少日子 我就在這個日子仍然依靠神,享受神 見證神的恩典,同樣去祝福人 什麼病我都不用怕,這樣的時候心就不怕 有時候這些人好像跟進了都是軟弱 有時候有些人都告訴我,跟進了沒有被接立 我又說不要緊,你盡力就算了,放手了 不用背著,我自己都不背著,只是輕散的 但我深信我們的事物是會擴展的,會祝福更多人 首先我希望大家聽到這些信息 就會說原來有神的屬性,明白神的屬性是這麼好的 就會心放心了,我們就不用怕了 可以叫阿爸父,經常跟天父很親民的關係 又有聖靈印證,在我們心裡面印證 又一起為後治 我們雖然受苦,將來有榮耀 我有自由的榮耀和生物的響 聖經講到這個經文,神兒女的身份有這麼多東西 大家查聖經的時候,1,2,3,4,回家寫 這些數字不是正確,一樣都不重要的 你和我的數字寫不同,一樣都不重要 你回家寫,有些什麼重點,1,2,3,4這樣寫 有些什麼前因後果,就寫箭嘴 有些什麼前因後果,有時候倒回頭也有的 他講了後果,然後才講到前因的 這些就幫助我們明白聖經 其實聖經你越分析越豐富 所以我希望大家學目查聖經 待會大家留下,可以我們有查經的時間 好,我們一起祈禱,多謝天父 給我們兒女的身份一起起床 多謝天父給我們兒女的身份 我們是很特別的,我們非常之特別尊貴 我們都是神所愛的兒女,是神所體重的 我們就感激耶穌,我們歡迎天父的大恩 我們稱呼你阿爸父,你是我們的爸爸 天上的爸爸,是我們感激你 我能夠稱為你的兒女,真是很大的福氣 我們能夠成為後治很大的恩典 我們有聖靈引導,我們有聖靈的印證 我們有神的同在和承受產業 我們有這個自由的榮耀 將來跟耶穌一起,有耶穌的樣色 有耶穌的榮耀,我們多謝你 靠你幫我們欣賞神的大愛 欣賞神的大恩,欣賞神的屬性 就歡喜神,感謝神,活在神的喜樂 放下那些煩惱重担,放下那些不開心 滿有能力,多謝天父 Hallelujah,我們感謝你,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我們,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諸你的名為聖 愿你的國降臨,愿你的子 愿人在地上,愿人在天上 我們有的有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愿我們要人的債 不叫我們如見善下,叫我們住來空洋 因為國度權兵,榮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請接受主的祝福 元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愛 聖命的感動,常與我們每一個同在 叫我們活得真是 好像神的子女,那麼開心,那麼有信心 好像神的王子公主,那麼尊貴 那麼享受神,那麼有能力 時是張遠神的榮耀,感謝主